洪杜拉斯準備靠攏北京與台灣斷交 到底為什麼決定切斷超過80年的邦誼 洪杜拉斯外交部長這樣說 直接指出選擇與中國建交 是因為台灣拒絕增加晶圓 雷伊娜表示要求台灣將每年5000萬美元 大約15.3億元新台幣的援助加倍 並且研究重新調整積欠台灣的6億美元 大約184億元新台幣的債務 但是沒有獲得積極回應 他強調自家在財政問題和債務方面都不堪重負 而且全球有171個國家都和中國有外交關係 經濟現實讓他們必須做出這個決定 目前美國官方還沒有對此事做出回應 但是參議院兩黨外交大佬都紛紛表達關切 共和黨籍參院外交領袖李契表示 擁抱中國以及他們的空投支票 會是個嚴重錯誤 拜登政府應該立即檢視並更新 對洪杜拉斯的做法 民主黨籍的梅南德茲則批評 中國持續奪走台灣邦交國 洪杜拉斯決定靠攏北京所帶來的後果影響 即使是現任總統卡斯楚卸任 還是會存在 而洪杜拉斯國內也有反對的聲音 有洪杜拉斯的國內專家認為 與中國建交必大於利 因為洪杜拉斯的歷史盟友 包括美國 歐盟 日本和韓國等國 如果與台灣斷交 也等於是在遠離這些盟國的世界觀 洪杜拉斯的外交部長雷伊娜則強調 與台灣斷交是出於務實 而非意識形態的考量 近新聞 史方瑜 汪珠英報導 大家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